台长讲故事 人生大道理 佛法无边境 不提在心间 就让我们来听听 台长讲故事 有一个农村 它有一种十分奇怪的风俗 当一个人死的时候 他们这种风俗很好玩的 他们家里人 就会为他把衣服 穿上最华丽的衣服 然后口袋里给他藏很多的钱 给他头上戴个帽子 脖子上挂上金项链 两个人 两个人站在尸体的两边 一个人代表着主人 还有一个人就代表着死人 然后两个人就是开始对话了 很好玩的 他们怎么对话的 他们说两个人对话 你生下来有没有带钱 到这个世界啊 那个死人就回答了 没有 他们马上就把尸体 穿的衣服当中 口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 他们这样很好玩的 然后又问 你来到这个世界 有带来金首饰吗 那个死人又说了 没有 接下来 他就把他尸体上的金首饰 全部拿出来 接下来又问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有穿衣服吗 没有 于是把这个死人的帽子啊 衣服啊 全部脱下来 穿到棺材里 实际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一辈子不能将世界上 任何的东西带得走的 当我们离开人间的时候 我们带走的只是心中的一种忧伤啊 所以我们不能把忧伤带走 我们要带走我们的善良的心 我们要带走我们的慈悲 带走我们的感恩的心啊 所以学博人首先要学的就是要感恩啊 我们要感恩父母亲 我们要感恩培养我们的老师 我们要感恩所有的佛友们 成全了我们的学佛的精神 要感恩所有的法师们 感恩所有的能够让我们懂得人生道理的师父 还有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长辈啊 这种感恩心 才会懂得慈悲心啊 希望你们用真诚的爱 这就是要修出五蕴之外的空间的爱 那就是慈爱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